那你自我介绍 那你自我介绍 发气 朱运 我叫朱运 高中毕业于林洋一中 上了 干吗呀 快坐呀 快坐下 张老师生气了 我们现在来开会 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呢 是选班委 但是在选班委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名同学 他因病没有参加之前的军训 李寻同学 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李寻同学 我叫李寻 是今年的高科第一 大家还不知道呢吧 李寻同学 是咱们省今年的理科状元 居然是他 咱们全省考试都输给这个上马头 他选择咱们这个专业呢 充分说明了 咱们这个专业的行业前景 一片光明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都能够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埋头努力 刻苦学习 争取以后都能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好 谢谢 好了 接下来我们选班位 方树苗 方树苗 黄婷 方树苗 恭喜方树苗同学 正式成为我们应用技术一班的班长 请张老师放心 也请同学们放心 我一定会再接再厉 完成系里交给我的任务 服务好同学们 好 好 好 方树苗 我还可以把换一下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选学习委员 如果非要把一个班级的任务群体 于成西游记里的师徒森 那班长就相当于唐三道 学习委员呢 就相当于孙悟空 生活委员呢 就相当于沙僧 那什么班干部是猪八戒啊 老师让你自我介绍 猪八戒 那你自我介绍 那你自我介绍 八戒 朱运 我叫朱运 高中毕业于林洋一中 我叫朱运 高中毕业于林洋一中 朱运同学 你是要毛岁自建吗 当然有啊 明天不许迟到你们 这么严 那必须吧 不然考我学分呢 咱班这个状元跟全口业算得上是独一份吧 反正我是没听说过 我染了一头金毛的状元 看起来一副不太好相处的样子 多大事啊 猪八戒也姓朱 你没吃亏 别看了 再看他就要随风潜入梦了 那也是恶 好